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不行 跟我去凤凰岛吧 莫小鱼说道 但是我的心也死了 对什么都没兴趣了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自己去好好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白鹿说道 你要去啊 我陪你去 莫小鱼说道 不用 你不要同情我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同情 别人不知道这是吗 我可以装 但是你知道一切 所以我没法装作什么是没有的样子 这也是我痛苦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说着说着 白鹿俯身在莫小鱼的怀里哭了起来 飞机上还有其他人 但是白鹿在莫小鱼怀里哭泣得如此放肆 还是让其他人对莫小鱼产生了不满 认为是他在惹女人生气 莫小鱼颇为尴尬 但是也只能是笑笑 尽力哄着白鹿 让他别哭了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落地后就可以回唐州了 但是没想到 自己和白鹿还没有下飞机 就被空姐通知 他们暂时不能下飞机 为什么 莫小鱼惊愕地问道 我不知道 是下面那些人说的 先让其他的乘客走 莫先生 白小姐 下面那位先生说 两位都是民事里的人 最好还是不要闹事 空姐说完 指着机窗下的人说道 白鹿是靠窗的位置 探头看去 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他也不认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谁 莫小鱼问道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们 白鹿说道 莫小鱼想要站起来 但是被白鹿制止了 说道 听他们的 我倒是想看看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不一会 机上的乘客都下了飞机 唯独剩下了白鹿和莫小鱼 此时飞机下的汽车打开了门 下来一个人 和几个原先站在地上的人 一起上了飞机 莫小鱼 是你吧 对 是我 怎么了 你是谁 莫小鱼看着这个中年人 问道 你下去 下面车里有人等你 白鹿留下 其他人都下飞机 那人宣布道 莫小鱼看看白鹿 白鹿点点头 是一磨小鱼 听从他们的意思 不一会 飞机上全部都清空了 只剩下了白鹿和那个中年人 白鹿同志 你父母身体还好吧 中年人问道 你是谁 白鹿问道 你可以叫我A先生 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 你也没必要知道 但是我能拦住飞机停在这里 为我和你见一面 你该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我和你父母十多年没见了 也挺想他们的 我本来以为 这辈子没人会见到他们了 没想到 你们居然能找到他们 这也是你父母和你的幸运 A先生说道 你认识他们 对 我和你的父母是一期训练班的 也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 他们去日本 我也知道 A先生说道 白鹿眯着眼睛 拧了一下嘴 说道 这么说来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你就是那里眼鼠吧 白鹿伸手去摸腰间 但是发现 这只是一个习惯性动作 自己根本没有武器在身上 眼鼠 呵呵 你也知道它的存在 没错 在我们的内部 确实存在这么一只眼鼠 但是不是我 我不是你们系统的 可以说 我是属于独立你们系统之外的一个系统 我只能说这么多 你是个优秀的特工 我来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那就是 你的父母不是叛国者 在十几年前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让他们落到了敌人手里 借机投敌 然后策反在你们系统内部的高官 你知道是什么目的吗 A先生问道 尽管白鹿的脑子很好使 但是依然 被眼前这人的话给绕晕了 自己父母都已经承认了 他们是叛国者 但是这个人怎么说的一点都不一样呢 不明白 白鹿说道 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目的就是为他们培养一个眼鼠 平时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 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可以说 你父母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就等着将来一旦战争爆发 这个眼鼠就可以向他们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 从而让我们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说白了 他们是忠于祖国的战略情报人员 A先生说道 白鹿听到这样的信息 咽了一口唾液 说道 你的意思是 那只眼鼠也是假的 不 这些所有的人中 除了你的父母是假的 其他都是实实在在的叛国者 但是 现在他们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 我还不能抓他们 A先生说道 白鹿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中 不知道哪是真的 哪是假的 就连这个A先生 他也无法判断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不告诉我 岂不是更能保密 白鹿说道 不 你是我们优秀的特工 一来我们不能让你从此沉 轮下去 我知道 从日本传来的消息 你受到的打击很大 为了对得起魁山胸 我这可算是违反纪律了 但是你是他的女儿 我想 你应该不会出卖他们 在任何时候 对吗 A先生问道 白鹿点点头 说道 我不会 我会把这个秘密 带到坟墓里去 我知道他们多么不容易 你放心 我也会在局里继续工作 直到他们回来 很好 不过 你不能再出国了 你待在局里 很快就会有调令下达 把你调到纪检监察部门 负责局里的腐败清查工作 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个工作 A先生说道 我不能做外勤了 对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同时也是为了你父母的安全 我不是怀疑你的忠诚 而是现在有一种科技 可以读取人脑中的信息 你不说 不代表他们不知道 A先生说道 白鹿想到了墨小鱼 他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人 所以 点点头 认可了A先生的意见 你们想把我的朋友怎么样 白鹿问道 这就要问你了 他涉及到你们局内一些人的贪污腐败问题 需要他配合调查 我想 你也知道这件事吧 A先生问道 其实我才是最清楚这件事的 墨小鱼根本不认识局里的人 除了我之外 我知道 你说的是那批黄金换回来的石头 没错 是我为了保护他 劝说他交出那些石头 而局里的一些人 急吞掉了本来属于他的那一半财富 白鹿说道 你知道这是最好 你的汪叔被抓了 就是涉及到这件事 A先生说道 我听说了 但是我担心 那只鼹鼠也参与到这事里了吗 如果是 岂不是要前功尽弃了 没有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他没有参与 你做好自己的事 涉及到贪污黑钱的人全部都找出来 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再在局里待下去了 必须清除出这个队伍 A先生说道 那行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白鹿说道 另外 我找墨小鱼还有些其他的事 所以 先把他带走了 放心 不会对他怎么样 只是有些事需要核实一下 很快就会把他还给你的 不过不是现在带他走 机场外已经有日本人在等你们了 他们要你们和你的父母视频连线 因为你的父母担心你们的安全 我会在今晚去找墨小鱼 你不要告诉他 只需要稳住他在北京待一晚就行了 A先生说道 做完这一切 墨小鱼和白鹿回到了在北京的住所 看着白鹿的精神有些好转 墨小鱼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也知道白鹿和那个不知道是干啥的男人 谈了一个小时左右 至于那男人是干啥的 他也不清楚 你要吃点什么吗 墨小鱼问道 不想吃 没胃口 小鱼 你爱我吗 这话怎么说的 我要是不爱你 会陪你去日本疯 那可是龙堂虎穴 稍微不慎就会死在那里了 你不说这事 我还忘了呢 你等一下 我去楼下打个电话 墨小鱼说道 出了门 走到了大街上 找了一通 也没找到可以打公用电话的地方 只好是找小卖店之类的地方 买电话卡了 先给大首领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已经回到中国 因为事情紧急 来不及交代了 让他管理好樱花宗 自己还会再去日本找他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樱木真子 这丫头 估计还在机场啥等呢 喂 是我 你还在机场吗 墨小鱼问道 我在酒店里住着呢 等你电话 迟迟不来 我很担心你 如果明天你还没消息 我可能就回日本了 樱木真子带着哭腔说道 你不要着急 我很好 我已经回到北京了 嗯 你先在酒店里等着吧 算了 你自己打车去吧 我待会把地址发给你 还有一个老头和我的合影 你去了他就知道了 你在他那里先住几天 我让人去香港接你 墨小鱼说道 好吧 我知道了 樱木真子以为墨小鱼会来找他呢 所以有些失望 求爷 是我 墨小鱼 有件事想要麻烦你 我的一个朋友在香港呢 想去你那里住几天 我让小飞花去接他 可以吗 我怕他在外面住不安全 墨小鱼说道 你小子 又给我找麻烦 是女朋友吧 行啊 我让人去接他吗 不用了 估计他现在应该再去你那里的路上了 谢谢求爷 本来这一套 对了 我孙女怎么样了 求天刚问道 很好 小丫头很好学 和依依在一起 待得很快乐 你放心吧 她不会受委屈的 墨小鱼说道 事实情况是 墨小鱼把琳达扔到了宋城后 就再没联系了 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怎么样了 实在不行 待会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再说 那就好 我就怕她语言不通 再不好交流 求天刚说道 不可能 现在琳达的普通话 比你说的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这事了 墨小鱼说道 嗯 对了 英康宁和你联系了吗 求天刚问道 没有 怎么了 我也好几天没她的消息了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她这一单买卖做的 的确是不怎么地 我的意思是 你关注一下这事 能帮一把试一把 毕竟她还是个中国人吗 求天刚说道 求爷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墨小鱼问道 是啊 她和我打电话了 说这段时间 日本人一直在找她 让她不胜其烦 这是一桩 说好了的生意 是因为日本人无能 才被人黑吃黑了 这也怪不得她 但是日本人不讲理啊 想要把钱要回来 可是英康宁也不干 这事就僵住了 我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求天刚说道 我不想参与这事了 英康宁这个骗子 我是玩不过她 原来我还以为 她是尽力收集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 无论是用什么手段 偷也好 强也罢 但是没想到 她能干出这种事来 都给卖了 我还想起来 圆明园的狗头 还在她的手里呢 不知道是不是也给卖了 你让我 帮她解决这些麻烦 可能吗 莫小鱼气愤地说道 世人就有犯错的时候 你也说了 那个什么狗头 还在她的手里呢 你何不趁这个机会 敲她一笔 看看那个狗头 还在不在 要是在的话 这事 你不是也解决了 而且 还有那些其他的藏品 如果还在她的手里 有多少敲多少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吧 求天刚说道 莫小鱼一想也对 不由地说道 我就说吧 绝对不能和你们这些老狐狸在一起 我永远都是被坑的份 算了 不说了 说出来都是嘞 英康宁确实是出事了 一起出事的 还有蒋玉然 所以 没人知道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出的事 也没人知道他们 此刻在哪里 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 英先生 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办 你想好了吗 英康宁是被一盆水刺激醒来的 他被绑在椅子上 就连脚都被绑在了椅子腿上 他的对面坐着的是小拳武二郎 脸色猙獰 手里拿着一把刀子 在敲打着桌面 你就算是把我杀了 我也拿不出来那两幅字画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我的手里 钱可以还给你们 但是其他的事情 我无能为力 英康宁声音虚弱地说道 你当然应该还我的钱 但是我要得到那两幅字画 否则 我没法回去交差 说吧 那两幅字画在谁的手里 我想 你肯定知道 其实你和我心里都明白 那两幅字画 就是被墨小鱼黑吃黑了 你不去找他算账 去来找我要字画和钱 你这不是老太太吃柿子 专门找软的捏吗 我告诉你 你恐怕是永远也得不到那两幅字画了 英康宁说道 什么意思 小拳五二郎问道 墨小鱼把这两幅字画倒回来 是要捐给国家博物馆的 他只是委托我带回国内 但是他没想到 我会起了贪心 不过现在也好 估计那两幅字画 已经入了国库吧 英康宁惨笑道 小拳五二郎 拿起英康宁的手机 找到了墨小鱼的电话号码 拨通了 然后递到了英康宁的耳边 说道 告诉他 让他来救你 带着字画来 不然的话 他看到的将是两具尸体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警告 也是你的最后机会 墨小鱼回到了白鹿的住处 白鹿正在为他做饭 刚刚进门 手机响了 墨小鱼一看 是英康宁打来的 直接挂掉了 和这个人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 即便是像 球天刚说的那样 自己也得拿一拿架子 否则又要被英康宁这只老狗给坑了 你看到了吧 他挂了我的手机 这说明什么 他是心虚了 根本不敢和我对质 字画一定还在他的手里 要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不理我 英康宁说道 我怎么才能和他联系上 小拳五二郎问道 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你的电话他会接吧 英康宁说道 小拳五二郎立功心切 逮住了英康宁 把钱要回来了 下面就是字画了 本来这不是他的工作范围 但是他想把这事一并解决了 没想到英康宁不但是个无赖 而且好像他的手里真的没有字画 而且一口咬定是在墨小鱼的手里 这就有意思了 小拳五二郎在密室里躲着布 想了一下 终于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给墨小鱼打了个电话 他知道墨小鱼不好惹 风尘文雄就是榜样 所以他变得小心翼翼 你好 哪位 墨小鱼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问道 你好 墨先生 我是小拳五二郎 哦 你好 你有什么事 赶紧说 我正在拉屎呢 没时间接你电话 要不等我拉完再说 墨小鱼真的在上厕所 而且有点便秘 开始的这一段很困难 小拳五二郎一听这话 感到了一丝恶心 但是既然打通了 就想说说这事 墨小鱼 你和英康宁的关系怎么样 小拳五二郎问道 势不两立 哦 你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怎么变成了势不两立呢 小拳五二郎问道 这是我和他的事 关你屁事 小拳 我告诉你 你是个外交人员 你在中国频繁接触中国公民 你离被驱逐不远了 你还敢绑架人 仗着自己有豁免权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把自己的领事馆当租借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实相的 赶紧把英康宁给放了 否则的话 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好了 我要继续拉了 待会再说 莫小鱼说完就挂了电话 小拳五二郎一脸的猛逼 他不知道 这事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英康宁的电话 莫小鱼没接 不可能给莫小鱼传递什么消息 再说了 负责这件事的 都是自己人 怎么可能走漏风声呢 正在小拳五二郎努力回忆 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时 手机响了 是莫小鱼打来的 喂 小拳领事 你知道你在干啥吗 在他国领土上绑架他国公民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有豁免权 但是因此产生的后果你知道多严重吗 你就算是回到国内 你能保证自己没事吗 莫小鱼问道 莫先生 你多想了 我没有对殷先生做任何事 我也没有绑架他 小拳五二郎说道 好吧 小拳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的朋友已经锁定了英康宁的手机位置 而你的电话手机位置和它是重合的 你怎么解释 我劝你 在我报警之前 把英康宁好好地送出来 否则 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吧 莫小鱼说完就挂了电话 此时 白鹿端着两碗方便面出来了 莫小鱼一看 问道 你忙活了半天 就泡了两碗面 不是 我本来是做了其他吃的了 但是 做咋了 难吃死了 我就倒了 只能是吃面了 刚刚你在和谁打电话 白鹿问道 小拳五二郎那个混蛋 我炸他呢 我刚刚和裘天刚通电话时 裘天刚说 好久没联系到英康宁了 但是刚刚偏偏英康宁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继而小拳五二郎的电话就进来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莫小鱼问道 所以 你觉得英康宁出事 和小拳五二郎有关系 白鹿问道 百分之百有关系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办 是杀了英康宁 彻底毁失联绩 还是真的把英康宁给放了 无论是怎么选择 我都无所谓 英康宁也不是什么好鸟 骗我骗得这么惨 要是没有他多出来这些屁事 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是他缴了局 他就该承担后果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和白鹿正在吃饭 传来了敲门声 雅个人一愣 莫小鱼看向白鹿 还有人知道你在这里住吗 莫小鱼问道 白鹿起身去开门了 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 明知故问道 你找谁 是A先生让我来的 来接莫先生去谈谈 年轻人说道 A先生 谁是A先生 莫小鱼一愣 问道 就是今天在飞机上和我谈话的那个人 他想见你 是关于那些玉石的问题 没事的 你跟着他们去谈谈 我和你一起去 白鹿说道 A先生说 只接莫先生过去 你 不让我去 他也不会去的 你回复 他就这么说吧 砰的一声 白鹿关上了门 莫小鱼看向白鹿问道 不是 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怎么还在追查玉石的事 他们都分了钱了 还不满足 还想把剩下的那些玉石都拿走吗 不是 汪叔被查了 是要你配合调查这事 我也有份 查出真相来 说不定那些钱还能还你呢 白鹿说道 呵呵 算了吧 我从来没指望 进了你们肚子的东西 还能吐出来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和白鹿正说着这事呢 门外又有人在敲门了 白鹿过去开门 A先生说 可以 请跟我走吧 白鹿和莫小鱼下了楼 坐在了汽车上 本以为可以欣赏一下夜晚的美景 哪知道这辆车看上去是一辆轿车 可是坐进去发现 整个后排是独立的 既看不到前面的视野 两边的玻璃也是漆黑一片 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看来 这是有备而来啊 莫小鱼说道 白鹿没说话 只是把手交给了莫小鱼 紧紧握住他的手 示意他没事 不要紧张 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莫小鱼也不知道开到哪里来了 反正不停地拐弯 不断地启停 既感觉不到是不是在拐弯 也感觉不到走了多少距离 当车门打开的时候 莫小鱼看到 这是地下车库 不是想象中的戒备森严的地方 这里就是一个地下车库 可惜的是 一辆车也没有 到处散发着油漆味道 都是画车位线的油漆散发的味道 在不远处 还停着一辆车 在车前后站着两个人 莫小鱼被请下了车 白小姐 请你不要下车了 在车上等着吧 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谈完 年轻人打开了车门 对白鹿说道 莫小鱼握紧了白鹿的手 说道 等我一会 说完 松开他的手下了车 跟着这个年轻人 向那辆车走去 几十米的距离 莫小鱼还从来没感觉到 这么压抑 蛊虫在手 随时都可能发出去 这些人如果对自己不利 自己也不会手软 车门打开 莫小鱼看到了一个人 正在车里抽烟 看着莫小鱼笑了笑 还做了个请的动作 莫小鱼就上了车 和那辆车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烟雾缭绕 来一根吗 不 谢谢 长话短说吧 大家都挺忙的 莫小鱼说道 好吧 莫小鱼 你可以叫我A先生 我的名字已经二十多年没用过了 进了这个圈子里 就要摸去日常生活的一切符号 你觉得这一行怎么样 A先生问道 莫小鱼看向他 没吱声 A先生笑笑 说道 你认识老汪吗 不认识 但是如雷贯耳 阁下不会是老汪吧 我不是老汪吧 我说了 叫我A先生 我找你来 就是因为老汪的案子 听说他们吞了你不少钱 有这回事吧 A先生问道 钱这玩意 是好东西 但是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所以 吞了也就吞了 你们吞的东西 有其指这一点 我不介意 我也不想追究了 莫小鱼说道 哦 那些钱你都不要了吗 我本来还打算追回来后 还给你呢 A先生说道 莫小鱼依旧是没吱声 这倒是让A先生很意外 可是莫小鱼心里明白得很 你要是真想还我钱 不用把我找到这里来 和他 妈的间谍街头似的 想还钱直接给我就试了 既然来找我谈 就肯定不单单是钱的问题 所以 莫小鱼不吱声 竟带对方的底牌亮出来 A先生看到莫小鱼 处编不惊的样子 以及在那么一大笔财富之前 都无动于衷的表情 一下子呆住了 他没想到莫小鱼的心理素质这么好 这家伙要是不做特工 这不是瞎了材料吗 不是莫小鱼心理素质好 而是他看穿了A先生的把戏 不过是想拿那些钱 又自己上钩而已 既然自己对耳不感兴趣 你下再多的耳料 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所谓 钱嘛 够花就行 我虽然也缺钱 但是该拿的钱我拿 不该拿的钱 我也不会伸手 既然那些钱都被老汪 他们拿走了 我也没想过 再要回来 做不到的事 强制去做 那就没意思了 干嘛和自己过不去呢 莫小鱼说道 你可真想得开 那可是不少钱呢 A先生说道 A先生 我说句话吧 就是 你说你找我来的意思 要是还说调查老汪的案子 你找白鹿比找我更清楚 因为你们内部的人 我一个都没见到 都是白鹿在和我联系 我都照办了 既然惹不起他们 我就只好是花钱买命了 莫小鱼说道 好吧 我们就直接了当地谈吧 我和白鹿不是一个部门的 但是我既然能调查他们的案子 就证明 我比他们的部门要高一级 你也不用问我到底是什么部门的 我也不会告诉你 不过有个例外 你加入我们 免谈 白鹿和我谈过不止一次 我对这一行不感兴趣 莫小鱼说道 你听我说完 再决定做不做这一行 我们这一行都是贤其野子 平时不会让你去出生入死 说白了 我们是战略特工 你有很好的素质和天生的隐藏水平 你是做这一行的极佳人选 A先生说道 莫小鱼没接话头 这一行太黑了 自己没那么多的心眼玩这些事 有那个功夫 还不如玩玩女人呢 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莫小鱼如是说道 不要紧 你可以先不回答我 我也没指望你一次性答应我 那我反倒是不敢要你了 这是咱们以后再说 还是说老汪的事情 你让种一珠宝的老板回来吧 配合调查 我知道 这件事上 你和他都没有问题 包括白鹿也没有问题 他只是个传话的 一分钱没拿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 A先生说道 好吧 我联系他 让他回来 莫小鱼说道 很好 你下车吧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找我 A先生 递给莫小鱼一张名片 一张只是印着电话号码的名片 莫小鱼刚刚下车 也看到白鹿下了车 而这两辆车同时启动开走了 哎 不送回去啊 莫小鱼喊道 妈的 这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得开出去多远了 自己和白鹿再打车回去 买卖不成人意在 哪有这么干事的 这些人怎么这样啊 就把我们扔这里就完了 莫小鱼说道 走吧 找到出口再说 他们的车从哪个方向走的 白鹿说道 于是 两个人在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里寻找出路 等到出了地下车库 这才发现 这里的街道是如此的熟悉 白鹿看了一眼莫小鱼 说道 对面是我家 这个地下车库是新建的大楼车库 还没竣工呢 我说他们他们怎么不理我们了 这个所谓的A先生到底是干啥的 莫小鱼自言自语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 知道我们的人越少 我们就越安全 他问你什么了 还是那批玉石的问题 我可能要很快返回唐州 拓拔青丸也涉及到这个案子 我要和他说说 让他回来配合你们调查 你照顾他一下 把这试了了 我也就放心了 莫小鱼说道 回到白鹿的住处 莫小鱼先去洗了澡 躺在床上等着白鹿 直到白鹿裹着白色的浴巾出来 头上也是白色的头巾包裹着 莫小鱼一把篮过来 说道 好久没做了吧 都忘了你的技术水平了 要不然 再试试你的水平怎么样 我还没和你算账呢 那个日本娘们是怎么回事 还怀了肿 你确定那是你的肿吗 白鹿挑拨道 莫小鱼笑笑 说道 啥意思 你也想用一下我的肿吗 怎么样 今天是合适的日子吗 白鹿仰着头想了一下 说道 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吧 那我们要抓紧了 等你怀上了 你就不要再干这一行了 跟我一起走吧 去凤凰岛好好生活 整天再过这种担心受怕的日子干啥 莫小鱼说道 少废话 赶紧的 白鹿在莫小鱼的怀里腻歪着 有些迫不及待了 虽然白鹿的身体 没有拓拔青碗那样的功能 但是她矫健的身条 让莫小鱼迷恋的平坦小腹 没有一丝坠肉的躯体 依然是她所取不尽的源泉 我准备明天早晨回唐州 莫小鱼说道 这么快 不多待几天吗 不了 唐州还有一堆是没完呢 到处乱跑 已经很久没有安定下来 好好想想 以后该怎么办了 公司的事我 从来没有过问过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莫小鱼说道 嗯 你是该停下来好好想想 以后该怎么办了 都是做了孩子爹的人了 也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吧 白鹿说道 莫小鱼伸手在白鹿的身体上 缩寻着 说道 将来要什么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现在要什么 那就是要你了 第二天一大早 莫小鱼看看 还在沉睡的白鹿 几身穿好衣服 想要离开 你这就走了吗 白鹿迷迷糊糊地问道 嗯 我赶飞机 莫小鱼说道 我累死了 不想去送你 你自己注意安全吧 白鹿说道 莫小鱼弯腰在他的脑门上 吻了一下 然后拍拍他的肩膀 起身离开了白鹿的家 打车去机场 但是他在上飞机前 接到了谢家人的电话 一边登机 一边接了电话 喂 哥 你在哪呢 谢家人问道 北京 这就登机了 你说 什么事 你是回来吗 这几天妈的心情很不好 好像是和你爹有关系 你要是回来的话 回来看看呗 出什么事了 我要关机了 我回唐州 下了飞机再联系吧 莫小鱼说道 好吧 我去机场接你 到时候见吧 谢家人听完 赶紧挂了电话 莫小鱼这一路上都在猜测 这到底是啥意思 难道杨帆真的想要和他爹复合呀 复合就复合呗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 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还能耽误得起吗 再说了 他们复合这事 莫小鱼和谢家人都没意见 他们还在纠结啥 恐怕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吧 到底出啥事了 说 莫小鱼风风火火地出了机场 上了谢家人的车 问道 别提了 我发现咱妈在和你爸偷偷地联系 他们还是凭聊天呢 你说这是吧 我也不是不让他们联系 大妈还背着我呢 那天我没敲门 进了咱妈妈的房间 咱妈吓得直接合上了电脑 笑死我了 谢家人说道 你这人吃饱了撑的 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管他干嘛 莫小鱼说道 看你这话说的 我得关心他呀 中老年妇女 又没有老伴 生活多寂寞孤独啊 要是万一被骗了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事多的事 都是生活寂寞被骗的 所以我坚持要看看 他在和谁聊天 结果就闹僵了 好几天不理我了 谢家人说道 你活该啊 我不会帮你的 这是我不管 莫小鱼一听 说道 莫小鱼见到杨帆的时候 确实发现杨帆很不开心 而且精神很不好 就算是莫小鱼回来了 他也没有多少高兴的意思 这和自己之前出门回来后 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啊 莫小鱼小心翼翼地问道 妈 没啥事吧 怎么我看你精神不大好呢 是吗 我好得很啊 没事 你要是有事 就先忙你的吧 不用管我 妈 看你说的 你是我妈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说吧 啥事 是不是家人又气你了 你告诉我 我打他屁股 莫小鱼说道 谢家人一听 扯到自己身上来了 气得他张牙舞爪 但是却不敢吱声 他还从来没见过杨帆 这么生闷气呢 妈 生气呢 你要说出来 你这样生闷气 会伤肝的 莫小鱼说道 过了一会 杨帆说道 我和你爸联系过了 是他先和我联系的 不是我先找他的 可 就这是啊 你们联系那是你们的自由 这有啥 你因为这是闹心呢 也不是 我看你爸最近的心情很不好 好像是因为公司的事情 好像美国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他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杨帆说道 美国调查他 调查他干什么 莫小鱼问道 这我哪知道 他也不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想 你要是有时间 能不能去美国看看他 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是你父亲 你这么不管不问的也不好吧 可是我又怕你去了惹事 所以 这几天我这心里啊 纠结得难受 杨帆终于是吐出了心声 就这是啊 莫小鱼问道 啊 就这事 你还想什么事 除了你们 我还能担心谁 杨帆说道 莫小鱼回头对谢家人说道 去 给我订明天 去美国的机票 我明天一早就走 这样行了吧 妈 别担心了 不会有事的 你真要去啊 这杨帆又不放心了 那要不怎么办 你在这里不放心我爸 我要是不去 你还不得一直这么担心着 我去了看看怎么回事 到时候再说 行吗 要不你也跟我一起去 莫小鱼问道 我不去 我出国也不方便 光是审查 不知道审查多久呢 你要去也行 但是一定要小心 杨帆说道 我知道 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去处理一下 不在家里吃饭了 家人 别忘了给我订机票 莫小鱼说道 杨帆的精神 明显好了很多 莫小鱼和他拥抱了一下 然后出门了 让谢家人送自己去取车 哎 我就说了嘛 这事还是和你爹有关系 你这次去美国啊 一定要把老头给带回来 那样 咱妈就老来有伴了 她有伴了 也能少管我们的事 何乐而不为呢 谢家人说道 莫小鱼没吱声 他在考虑杨帆说的事情 那就是 陈亦凡被调查的事情 不知道真假 如果是真的 难道陈亦凡在开始准备 把公司帮回国内了 但是涉及到那些高科技的东西 美国是不会轻易地看着一个高科技公司 离开美国的 喂 哥 你想什么呢 谢家人见莫小鱼不吱声 伸手推了他一下 问道 没什么 我在想 我去了能干什么 也不知道我那老爹在美国干了什么 居然被调查了 我在担心这件事 莫小鱼说道 你说这是我还想告诉你呢 谢氏生物的第二大股东 已经是分客公司了 他们还在想办法蚕食我的股份 你要是去美国的话 找几家大型的律师事务所 问一问 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谢家人说道 看来这些王八蛋 是王我之心不死啊 行 一只羊也是敢 一群羊也是放 我试试吧 莫小鱼说道 忙了一天的工作 陈亦凡正在做自己的晚餐 接到了杨帆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 莫小鱼明天将去美国找他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纯属添乱 我自己能应付的了 他来了事情 反而会麻烦了 陈亦凡说道 那不行啊 你那边没有个自己人 怎么行呢 杨帆说道 我这里没事 哦 你等一下吧 外面有人叫门 我出去看看 陈亦凡说道 好吧 随时保持联系 杨帆说道 陈亦凡挂了电话 走到窗前 看到了一辆警车 和一辆黑色的轿车 从猫眼里看到两个人 在门口站着敲门 你们找谁 陈亦凡开了门 问道 陈先生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 有些事想和你谈谈 可以吗 联邦调查局 和我谈谈 谈什么 陈亦凡一愣 问道 我们能进去谈吗 进来吧 尽管不情愿 但是他也无法拒绝 这些人进来 三人坐定 FBI警官看着陈亦凡 问道 我们接到有人报告 你的公司 最近突然解散了不少人 怎么 公司的业绩不好吗 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裁员 公司的事情你们也管吗 只要是和联邦利益有关的问题 我们都管 陈先生 能给个答案吗 哦 我的公司不想做了 这个理由合理吗 陈亦凡问道 是想把公司搬到中国去吗 搬到中国去 你们疯了 还是我疯了 那里没有这里一半的科技条件 我去那里做什么研究 你们这是想立功 想疯了吧 陈亦凡问道 你错了 我们不想立功 我们只是把不想陈先生研究的高科技技术流入中国而已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以后也不许去中国了呗 是这个意思吗 陈亦凡问道 这个不同 你可以去中国旅行 但是公司不能搬到中国去 技术也要留在美国 可是这些技术是我研究的 我去中国旅行 你们不怕我去泄密吗 再说了 我研究的是民用科技 和国家有个屁的关系 你们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陈亦凡问道 陈先生 你是美国人 你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 但是你也受美国法律的监督和制裁 如果你一意孤行 我想我的上司也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今天来只是警告你 不要做越界的事情 FBI的警察说道 我越不越界 和你们没关系 有本事拿来证据后起诉我 不是由你们来判定的 现在我要休息了 请你们出去 陈亦凡操着熟练的英语 指着门口说道 这些FBI无可奈何 他们现在确实是没有证据证实 陈亦凡有什么越轨行为 但是他的举动又非常的反常 有关闭公司的倾向 可是这家科技公司 却如日中天 并没有发生经济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这也是他们怀疑的地方 这些FBI走后 陈亦凡再也无心吃饭了 坐在沙发上 自己空有巨额财富 却一直都处在精神空虚的边缘 本来自己是想逐渐关闭公司 回到中国去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大可行 因为一旦被这些FBI盯上 就再难有什么行动了 莫小鱼回到唐州后 先去了杨帆那里看了看 进而想到了 小拳武二郎这个唐州领事 自己炸他英康宁在他的手里 不知道现在英康宁是死是活 莫小鱼给蒋玉然和英康宁的手机 都打过电话 但是能打通却无人接听 莫小鱼又打给了小拳武二郎 这一次倒是有人接听了 莫先生 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我想知道 英康宁和蒋玉然现在是死是活 差不多得了 你要是真的玩过火了 我可告诉你 得不偿失 能把付出去的钱追回来 这就不错了 其他的事情就不要想了 莫小鱼说道 你不是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吗 小拳武二郎说道 我可以不关心英康宁的死活 但是蒋玉然是我的朋友 如果你肯卖给我个面子 就把蒋玉然放了 我知道 你现在也很矛盾 看着不断响起的手机 也不知道是接听呢 还是拒接呢 何必呢 你要是还想在中国混 老老实实把人放了 否则的话 你的麻烦就大了 半个小时后 我在唐州大酒店下面的咖啡厅 等着蒋玉然 她要是不到 我就报警了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猜得一点不错 但是小拳武二郎 仗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领事馆 那些中国警察 要想找到蒋玉然和英康宁 就得进入到领事馆来 这可不是随便进来的 这要外交部门进行交涉 这样才能进去 否则 两国间的纠纷肯定小步了 而且一旦找不到人 那就非常的尴尬了 莫小鱼没等来蒋玉然 等来的是小拳武二郎 人呢 莫小鱼问道 莫小鱼 我一直都想和你合作 但是你一直都在和我玩心眼 你刷我不止一次了吧 这一次我不但要拿回多付出的钱 还要拿回那两幅字画 这些条件满足了 我把人交给你 否则 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他们了 小拳武二郎说道 莫小鱼听到这话 差点笑了 问道 小拳先生 你哪来的这么大自信呢 我告诉你 我和他们曾是朋友 这没错 但是朋友也有决裂的时候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还是回去把他们宰了吧 我不见也罢 可是英康宁已经答应我 只要是我把他放了 他可以把他的全部收藏都送给我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交易吗 小拳武二郎问道 莫小鱼听到这话一愣 继而说道 你可以和他交易 可是据我所知 他的大部分藏品都被他卖了 他的手里到底还有没有藏品 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什么 小拳武二郎皱眉问道 我说 他的大部分藏品被他卖了 他要是说给你钱 我还信 要说把他的藏品给你 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吧 莫小鱼很肯定地说道 这个混蛋 没有一句实话 小拳先生 我劝你把人放了 不然的话 你很难在中国立足了 你可以和他做交易 但是 你别想从我这里 捞到什么便宜了 搞不好你会和风尘文雄一样 下场很悲惨 不要忘了 这是在中国 你占不到便宜的 即便是你死在了中国 我也有一百种方法 让人以为你是自然死亡 而且 如果你愿意试试 我们可以打个赌 在你东京的家里 想要丢失什么 就会有人把那东西拿走 既然如此 何况人命呢 莫小鱼说道 这是在赤果果的威胁了 可是一想到风尘文雄 小拳武二郎相信 眼前这个人做得到这些 自己在这里和他斗 的确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你这是在威胁我 小拳武二郎问道 你可以这么认为 威胁只是开始 当威胁被付诸行动时 你再想停止 就来不及了 莫小鱼说道 看着莫小鱼离开 虽然小拳武二郎 恨得牙根痒痒 可是却无可奈何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确实是 干不了这种事 看来想要借助 拿回那两幅字画 进入到上层社会的梦想 也只能是个梦想了 莫小鱼到达宋城时 顾依依他们 又重新回到了 绝业的院子里 因为顾依依的古虫树 这些人都不会出去 这个院子 只有小野百和母女 负责上街采买 他们都已经渐渐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虽然中文依然生硬 可是看上去和中国人无疑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有事 拓拔清晚看到莫小鱼时 正在跟着顾依依做女工 而琳达看到莫小鱼后 差点扑过去抱住她 但是看到顾依依在 就矜持了很多 是啊 我来接你回北京 玉石的事情有麻烦了 他们内部开始调查了 涉及到了那批玉石的款项问题 你放心 是白鹿在负责调查 他是知道这里面到底什么事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我会好好和他交代清楚这事的 调查完这事 也就可以安心了 这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 莫小鱼说道 那行吧 什么时候走 拓拔清晚问道 待会就走吧 我明天还有事要出去一趟呢 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莫小鱼说道 阿哥 要我跟你出去吗 顾依依问道 他在这里也是憋坏了 问道 这次你不用跟我出去 我自己可以应付的了 再说了 这里还是离不开你 莫小鱼说道 好吧 那我啥时候可以出去呀 我在这里都快憋疯了 顾依依说道 那我回去让你姐姐过来看看你 好吧 你千万别 我可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干啥 行了 你们走吧 我还要在这里坚守 琳达 我要喝水 去给我倒杯水来 顾依依看到她凑合过来了 顾依支开了她 虽然不愿意 但是却不敢违背顾依依的意思 行啊 训练得这么听话了 莫小鱼说道 这丫头心大得很 而且带着一股很近 阿哥 我会的都要教她吗 顾依依问 莫小鱼道 你傻呀 教她点她喜欢的 热闹的就行了 我们对她以后可是不负责任 到时候出了问题 那也是害她 不要什么都交给她 那样对她也不是好事 莫小鱼说道 好吧 我知道了 琳达很聪明 为了防备顾依依 在指使她给莫小鱼倒茶 索性一下子倒了三杯水 连拓拔青碗也有一杯 琳达 你在这里学得还好吧 莫小鱼问道 很好 依依姐很照顾我的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现在敢碰很多的虫子了 琳达说道 那就好 你好好跟着依依学 你爷爷还盼着你 早点学成回去呢 莫小鱼说道 哦 你最近见过我爷爷了吗 琳达问道 没有见面 但是通过好几次电话了 她很好 你不用担心 莫小鱼说道 对了 我问过梅文平了 这是她写的地址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她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个出租屋里 我担心时间长了 再被房主给清出去了 你要是有时间 去看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她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有用的 顾依依说道 莫小鱼接过来纸条 写的是唐州的一个地址 自己回去时 可以顺道去看看 莫小鱼没在这里待多久 带着拓跋清晚 一起回了唐州 并且把她送到了机场 不留我在这里过一夜吗 拓跋清晚说道 我也想留你过夜 但是我明天 早晨的飞机去上海 然后飞美国 我怕没时间送你 我会给白鹿打电话 让她去接你 你在北京的这段时间 还是让白鹿跟你一起吧 有她在你身边 我放心些 莫小鱼说道 我是不是特没用 老是让你操心 拓跋清晚道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的作用是他们没有的 只有你我知道 是吧 我真想留下你 要不我们去开终点房吧 莫小鱼笑笑说道 不去 太没意思了 一会我还得走 你这不是只管点火 不管灭火吗 不干 拓跋清晚说道 送走了依依不舍的 拓跋清晚 莫小鱼开车想回市区 既然不能在 拓跋清晚这得到补充 只有去渡漫雪那里了 总之在去美国之前 要好好补充一下 回市区的路上 想到了顾依依给自己的 那张纸条 趁着等红灯的功夫 拿出来看了看地址 决定顺道去看看 到底梅文平在那地方 藏着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 问了好几个人 才找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 左右无人 也没有钥匙 莫小鱼利用门口折下的一截铁丝 打开了房门 这里倒是很整洁 看来梅文平也不是一直装扮乞丐的 找了一圈 只是找到了一个小箱子 这可能是梅文平的全部家当了 而引起莫小鱼注意的是一本菜谱和南京的地图 以及在菜谱的几滴鞋 也不知道是谁的血迹 这本梅家菜菜谱是属于梅云云的 所以莫小鱼装好之后 又查看了一下其他地方 没有再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离开了梅文平的出租屋 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呢 看看时间 觉得差不多杜曼雪要下班了 于是也没打招呼 直接开车去了杜曼雪的家 杜曼雪还没回来 但是却看到了桑小铜在自己的院子的浇花呢 不禁走了出去 推开院门 说道 真把这里当家了 你怎么回来了 桑小铜看到莫小鱼后 先是一惊 进而有些作贼被抓到的感觉 问道 废话 这是我家 我回来还要和你汇报警示啊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走进了屋里 这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一尘不染 看来是经常来这里 打扫了 收拾得不错 你经常来吗 莫小鱼问道 嗯 只要是没事我就过来 可能是因为我爸妈在这里住过 所以 我喜欢这里 你不介意吧 桑小铜问道 不介意 我省得请保洁了 谢谢 莫小鱼坐在了椅子上 说道 桑小铜像是作贼被抓到了一样 忙去厨房烧水了 但是出来后发现莫小鱼不在了 找了一下院子里 也不在 这才意识到 莫小鱼可能是在屋里 果然 在主卧室找到了莫小鱼 可能是刚刚收拾完晾晒的衣服 所以在莫小鱼定制的那张大床上 桑小铜的衣服 胡乱地扔在那里 最上面的 却是几件桑小铜的贴身衣物 她一眼就看到了几件保宅的衣物 想不到桑小铜也学会了穿这些衣物了 你这人 真是的 乱跑什么 桑小铜三下五除二 把衣服卷起来拿走了 莫小鱼坐在这张床上 自己还没住过呢 却被桑小铜这一家人住过多次了 想起自己曾经偷露的桑小铜的母亲和她父亲在这张床上颠乱捣缝的影像 有些忍耐不住了 喂 你要在这里吃饭吗 我去做饭 桑小铜问道 过来 我和你说点事 莫小鱼看向桑小铜 说道 你要干吗 桑小铜警惕地说道 我能干吗 不就是想和你说说话吗 莫小鱼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但是桑小铜不信 没有走过去 反而说道 我去做饭了 你自己玩吧 说完出了卧室 莫小鱼无奈 阴谋没有得逞 要是刚刚桑小铜走过来 说不定就被莫小鱼摁在大床上了 很多时候 就得生你做成熟饭 熟饭熬得稀烂才管用 莫小鱼又跟到了厨房 已在门口看着桑小铜做饭 你做饭的样子 很像你妈妈 我就在这里看过你妈妈做饭 对了 他们回去后 还好吧 好啊 只要是我不惹事 他们就会很好 对了 好久没见你了 你还好吧 我很好 莫小鱼说道 桑小铜边和莫小鱼聊天 边切菜 果然是一心不可二用 一下子切到了手 多亏菜刀不够锋利 这才没把手指头切下来 只是蹭破了点皮 莫小鱼赶紧去找窗壳贴 帮他把手包扎好 就在包扎好他的手后 莫小鱼捧住了他的脸 桑小铜一阵惊慌 虽然知道莫小鱼没安好心 从他进屋 自己就一直在防备他 可还是被他抓到了机会 自己被他推到了厨房的一面墙上 四周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作为武器 自己有的只是自己的手了 就在他犹豫的瞬间 莫小鱼低头吻了下来 别动 让我好好吻吻你 你知道吗 我从看到你和顾可可在一起时 我就想要得到你了 每当我和其他女人亲吻时 我也会想起你 再想象和你接吻的感觉 别动好吗 莫小鱼捧住他的脸 轻轻地吻了下去 莫小鱼的话 让他放弃了抵抗 而莫小鱼说的别的女人 他想成了唐彬彬 莫小鱼是为了他 把他自己租给了唐彬彬了 虽然想想就恶心 可是他是为了自己才那么做的 对于莫小鱼来说 他做的事情 要比自己承受得还难 而在自己的心里 虽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莫小鱼 可是自己在这里干什么 如果自己真的不想和莫小鱼有任何的瓜葛 自己来这里干什么 每天都来打扫 有时候自己还在这里睡觉 在莫小鱼的大床上睡觉 自己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所以自己等到这一刻 一点都不奇怪 自己的潜意识里不就是在等这一刻吗 莫小鱼的蛇头强净有力 在她的嘴里搅得天翻地覆 不停地追逐着她的丁香小舌 于是 他们的第一次较量就从基稳开始了 很显然 莫小鱼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亲 吻一下那么简单 他在寻求着更大的突破 而且这个时候 发生的事是不能商量着来的 在你征求意见的功夫 他可能就会后悔了 莫小鱼避东桑小桐的时候 他的手也没闲着 多管齐下 不一会 桑小桐就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而且开始了吁吁交喘 这个时候 莫小鱼没有再犹豫 抱起桑小桐冲向了卧室 在那张熟悉的大床上 两人同时倒了下去 一种充实的压迫感 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可是这个时候再想反抗 依然来不及了 为了让桑小桐早点投降 莫小鱼用了深入虎穴的决定性战术 开始时 莫小鱼以为他是为了跳舞 穿跳舞的衣服 这才不得不把那些多余的毛发剪得干净 可是当他的手接触到那块 本来应该是杂草丛生才是 可是他的手所到之处 却没有摸到该有的东西 这时候 桑小桐意识到了什么 娇羞地英明一声 想要摆脱他的手 整个人在床上拧起来 但是莫小鱼岂能让他跑掉 原来就不想放过他 可是这一发现让莫小鱼喜出望外 这他妈得也太巧了 顾可可也没向自己说过这事呢 宝贝 没想到你是个小白虎 莫小鱼在桑小桐的耳边说道 别弄了 你饶了我吧 饶了你 为了你 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你知道吗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难道不该补偿我一点吗 莫小鱼说道 可是 可是 我听说白虎的女人不好 你找上我 你早晚会倒霉的 桑小桐说道 怎么不好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我找都找不到呢 所以 你不要想其他的 做我的女人好吗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莫小鱼知道 此刻需要的不是高歌猛进 而是温言软语 这时候 语言比动作更重要 可是顾可可怎么办 我和他可是好朋友 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 还有顾依依 你想怎么办 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和你这样 他会不会很生气 桑小桐担心地问道 你放心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去做他们的工作 现在你只需要配合我 把我们该做的事情 做完就可以了 好吧 莫小鱼说着 拉开了桑小桐裙子的拉链 这是裙子上唯一可以起到固定作用的装置了 白虎的女人是我的福星 我喜欢白虎女人 莫小鱼在她的耳边尼南道 这都是为了配合 把桑小桐身上最后一件衣服脱掉 桑小桐的家规很严格 所以在高中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更不提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虽然和文家昌谈过恋爱 可是让文家昌占到的最大便宜 就是和他拉拉手了 所以 在这方面 桑小桐可谓是一张白纸 而他现在正期待着 莫小鱼挥动长长的毛笔 在他的人生白纸上 书写出让他感到震撼的笔墨来 可能会有些疼 你忍着点 一会就就没事了 莫小鱼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 随着一种撕裂般的疼痛袭来 桑小桐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哼 随即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把莫小鱼吓了一跳 他想爬起来 可是却发现自己 被桑小桐牢牢地抱住了 再难脱身 混蛋 你骗我 这哪是一点疼 疼死我了 桑小桐喘着粗气说道 此时的莫小鱼 可是不敢有一点的松懈 临到头了再退缩 那会功亏一篑 莫小鱼没想到 当自己和桑小桐 真的达到了水如教容后 他居然神奇地出现了幻觉 这一次 他骑着的白虎面对的 不再是自己之前和杜曼雪时 看到的千军万马 这一次是成千上万的猛兽 当然 这些猛兽 在看到莫小鱼和这只白虎时 无不服地表示臣服 在莫小鱼和桑小桐激烈的运动下 白虎的脾气渐渐被激怒 直到朝天怒吼一声 万兽无不四散逃离 看着自己身下香焊淋漓的桑小桐 醉眼迷蒙 当莫小鱼看他的时候 他还不好意思看莫小鱼 闭上了眼 你终于达到目的了是吧 桑小桐问道 你说对了 我为了这一天密谋了很久了 这个过程实施起来 真是太困难和曲折了 直到今天才实现 还差点让你落到了别人的手里 你不知道 当你和文家昌谈恋爱时 我都要气死了 尤其是在看到你在舞台上唱戏的时候 我真是后悔死了 后悔没有早点把你给公衰女干了 那样你就是我的人了 莫小鱼说道 你休想 你这个坏蛋 处心积虑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我不好 我就吃了你 桑小桐说道 我一直对你都很好 是你对我不好 好吧 为了亲吻你 我差点被咬掉了舌头 你知道我那些女人都多恨你吗 因为你咬伤了我 他们都没法和我接吻了 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瞎眼 找了你这个混蛋的 嘿 还说 我是混蛋是吧 刚刚是谁 一直都在求我不要停的 你在骂我我就退出来了 莫小鱼说着 就要起身 哎呦 不要 不要动 桑小桐感觉到莫小鱼要起身了 死死抱住莫小鱼的腰 不让他动弹 用得力气之大 好像是要把莫小鱼融化到他的身体里去 你觉得这张床怎么样 莫小鱼问道 桑小桐抬眼看了看这张床 说道 很好啊 我很喜欢 好像是住在了一座房子中了 要是再拉上床慢 那就更好更私密了 你是因为喜欢我的床才喜欢我的吗 莫小鱼问道 是 我就是看上这张床了 谁和我上 床无所谓 桑小桐看着俯视自己的莫小鱼 挑衅地说道 你这个小鱼娃 看我不把你包层皮 让你胡说八道地惹我生气 莫小鱼说着 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直到桑小桐再也无力招架 就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才放了他 莫小鱼起身下了床 在客厅里抽了支烟 此时外面已经暗下来了 一看墙上的钟表 都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杜曼雪家里居然还没有人 这是干啥去了 喂 你在哪呢 莫小鱼给杜曼雪打了个电话 问道 我跟着唐州的考察团 在上海考察呢 怎么了 你回去了 杜曼雪问道 哦 我以为你加班呢 到现在都不回来 没有 我在后面院子里呢 看你没回来 问问 我还要过几天才能回去 你自己乖乖的 等我 我明天就要去美国一趟 哎 处理不完的破事 实在是乱啊 莫小鱼说道 美国 什么事 上市公司的事 很简单 过几天就回来 等你回来了 我也就回来了 时间不早了 就这样吧 等你回来再说 莫小鱼说道 好 你自己小心啊 杜曼雪嘱咐道 莫小鱼回屋里 看了看还在沉睡的桑小彤 下了地下室 从地下通道里去了杜曼雪家 在电脑主机上 找到了一段 桑小彤的母亲和父亲 在自己家床上 颠乱捣缝的视频 用U盘复制下来 拿回了自己家里 你去哪了 桑小彤醒来后 发现莫小鱼不见了 叫了几声 也没人答应 我出去了一下 你怎么样了 饿了吗 我还没吃饭呢 吃你都吃饱了 莫小鱼说道 骗人 我去做饭 说着 桑小彤就要起来 但是还没站起来 就跌坐在了床上 怎么样 没事吧 你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这可是大事 莫小鱼过来扶她 趁机又把这一句 让自己垂涎三尺 才得到的躯体好一顿服 摸完弄 直到再次把桑小彤 撩拨得气喘吁吁 抱住莫小鱼不撒手 这才作罢 我终于知道 顾可可姐妹俩 为啥都喜欢你了 你这个混蛋 简直就是个魔鬼 总能找到女人的弱点 让他们对你无能为力 只能是被你肆意欺凌 桑小彤依偎在莫小鱼的怀里 说道 那你呢 你是心甘情愿被我欺凌吗 莫小鱼摸过自己的白衬衣 给桑小彤穿好 身上只是套着这件白衬衣 莫小鱼比桑小彤要高一些 所以 尽管下身没有穿任何的东西 依然可以恰好盖住她的小屁屁 莫小鱼这是有私心的 这样的打扮 让桑小彤散发着性感的味道 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显露出 她性感的身体 而且 宽大的衬衣 只是一种遮盖的作用 自己随时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她 这比那些紧身的女人衣服 要便捷多了 莫小鱼牵着她的手去了厨房 这一次是莫小鱼在做饭 浑身上下只是一条短裤 结实的肌肉线条非常的明显 看上去还像是个型男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我吧 莫小鱼看了一眼盯着自己不错眼珠的桑小彤 说道 臭美 我只是在想 我要跟你一辈子吗 你能给我什么 桑小彤已在门口 问道 莫小鱼走过去 牵着她的手 走到了自己这边来 将桑小彤领到案板前 她在后 桑小彤在前 她手把手地教桑小彤如何切菜 不用解释 这个动作就足以让桑小彤的疑虑化为乌有 当她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什么东西顶住时 莫小鱼在她的耳边说道 秀色可参 情不自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任短的支持带别人